生活中所使用的工具 内容有 1.工具的用途 2.简单机械的组合 3.和永续使用的工具 工具的用途 原意剪刀 原意剪刀用来修剪花草 它是由杠杆 尖劈组成 工具的用途 斧头 斧头用来劈开木头 它是由杠杆 尖劈组成 工具的用途 铁锹 铁锹用来铲土 它是由杠杆 尖劈组成 工具的用途 锄头 锄头用来翻土 松土 锄草 它是由杠杆 尖劈组成 工具的用途 爬子 爬子用来龟龙或散开木物 柴草或平整土地 它是由杠杆 尖劈组成 工具的用途 龙用手推车 龙用手推车 用来寄出 龙作物 文量 工具等 它是由杠杆 轮轴组成 简单机械的组合 削笔机 削笔机 是由齿轮 轮轴 尖劈组成 简单机械的组合 手表 手表是由齿轮 轮轴 螺旋组成 简单机械的组合 树枝修剪器 树枝修剪器 是由杠杆 尖劈 滑轮 组成 机械组合中的 每一种简单机械 都有它的功用 缺一不可 可永续使用的工具 制造可永续使用的工具时 所需考量的事项 一 适当的材料 二 使用寿命 三 维修与保养费用 四 制作成本 五 环保性 六 安全性 制造可永续使用的工具的好处 一 减少对环境污染 二 避免浪费材料 三 确保使用者的安全 四 不制造垃圾 五 环保 六 安全 感谢观看